大家好,我是宁臻律师 我们今天很开心请到一个 我们频道开播以来最重量级的来宾 大家猜猜这位是谁 这位呢是我们的郑玉仁政法官 欢迎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 做这个频道以来最有成就感的一次 终于可以请得到法官上我们节目 因为我知道其实观众平常呢 除了对律师私下的生活很有兴趣以外 其实对法官这个神秘的职业 应该也是充满了好奇 所以呢我们频道今天为大家来 打破这个神秘的反礼 请到法官来为我们亲自的解说一下 大家的一些疑惑 那我想先问一下郑法官怎么样变成法官了 其实就跟应该大部分法官都是一样 我们就是法律系跟研究所 然后后来通过司法官的考试 然后经过受讯就分发 然后慢慢在法院中去累计经验 然后再成为一个正式的法官 那法官在当法官之前有 就是毕业以后就直接考上国考吗 还是有先做其他的工作 基本上我是毕业大学毕业之后 就是很顺利的律师法官跟研究所都有考上 也就是一般所谓的三门法官嘛 就是学霸就对 用现在话他讲理学吧 事实上没有那么顺利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也差点被二一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家里环境 因为有一些状况 所以其实一直在外面都打工 所以我做过很多的工作 我做过包括邮局的月聘工 就放人家用那个信号卡的那个信封 就操作那个机器 然后我也做过泡泡的茶店 像我在那个茶库茶爵也当过 真的吗 他手摇杯在那边摇摇摇 当外场内场还进不去 然后还被FIRE了 真的吗 所以同事说什么我不太爱洗杯子 然后不知道有一天晚上那个店长 就把我叫回去 说明天不用再来 各位民众听到以后应该会觉得 法官也是被FIRE过的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就内心非常委屈 他跟我讲的我真的有付出 对我来说就是也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嘛 后来就是在大事的时候就是 下定决心要应该还是回到考试的路 也许是这样 所以就很认真的念 但是很多是运气 像我都会跟我学生说 我躺去哪边拜拜啊什么的 所以很多都是运气 运气成分也是很高 我觉得今天应该很多法律系的考生 听到法官这一番话 应该伸出了很多自信心 因为其实大家都是苦过来的 而且其实都有多多少少 都有受到一些挫折 并不是说像大家想的那么顺利 当法官这个职业已经几年了 今年是我当法官第11年了 第11年了 哇 那在这么多年下来 应该判过很多很多的案子吧 我还想说特别去查一下 我到底做了几个案子 那我大概就连杂件 就一般我们讲一些财令啊什么 大概是2000件左右 2000件 以10年11年不算多 主要是因为我后面的4年是在重大金融专品 那所以那个案件是相对来说比较 比较大但是比较少的 如果说是2000件的话 那这样子一个月平均要 我现在刹一下 那真的非常辛苦耶 因为像是律师的话 一个月如果说有同时要处理10件 20件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忙碌了 那法官又要综合两方的说法 那去这么多卷宗去下一个判断 所以那真的是非常的忙碌耶 对啊 不过不同的心脑啦 因为律师这边我知道很多是要跟当事人的沟通 这边要花很多的力气 那我们的法官比较困难就是在判断 因为两边不管是检察官或是律师 或者是民事的两道当事人 他都会提出一些资料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从中去判断 判断的过程会遇到很多困难 对然后怎么样去 去透过判决去跟外界说理 我觉得这也是 对啊 通常理由 比较辛苦的部分 对我觉得是不同职业 律师的辛苦跟法官的辛苦有点 对 但是都是辛苦啦 谢谢 那其实现在法官应该也知道社会上 到部分的人听到法官这两个字 就会自动在前面套上恐龙两个字 那就会说这些都是恐龙法官啦 那知道说法官对于恐龙法官这个名词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觉得这对很多法官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那我们先比较在意的就是说 如果法官真的有一些判决 或者是有一些做错的 那我们是很乐意被批评指向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掌握这个判断权力的人 应该要去承受或是接受的部分 只要讲到什么就讲说你是恐龙 或者变成是一个代名词 那这个代名词好像就加注在每个法官身上 那我觉得对 其实很多精进业业的法官来说 因为自己活在里面其实真的有很多法官 他真的是非常的认真在做一些 就是一个很难的一个抉择跟判断 常常都为了这个也吸赏很多 不管是家庭的生活或是什么 那我觉得对这些法官来说 他就会觉得不太公平 因为他本身他可能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但是可能也许是某个 某个别的案件可能被媒体爆了 或者怎么样 但是变成全体的法官都要一起的去 去受这个批评 我觉得这个会不太公平 那再来就是 有时候其实在个案上面 可能去批评说是恐龙法官恐龙判决 但是除了也许有一些是真的 也许是有一些问题的 或是可以被批评之外 那有一些可能出于 也许对法律上 或是对判决的一些误会 那我们就会希望说 那是不是可以怎么样 让这个误会尽量的去减少 或是让这样的一个 大家不理解的状况 可以降到最低 那这样的好处是 我觉得这样你才能够 批评到真正 也许该批评的事情 或是该批评的人 那这样的话才会有力道 那不然其实九人都 全部大家一起批评 那其实对于那些 也许你真的想要批评 反而会没有力道 对 就是说不分青红皂牌的批评 其实它不是说 一个正向的批评 而且反而会打击说 那些认真的的人的 这些力量 所以我会觉得 这好像不会是一个 太好的良性的一个循环 我就说常常 这样如果大家一起 就是全部人一起骂 就不分青红皂牌 那就是那种脸皮比较薄的 他会先受不了 可能就直接转行 或是怎么样 但是你真正要批评的是 这些人 其实也许不是 或是不是这么广泛的这些人 也许只是几个 也许你觉得有 特别不能接受的 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说 我当律师这么多年 其实我们真的遇到 所谓的那种真的很恐龙的法官 的几率真的很低很低 那我们遇到的法官 大部分都是很认真在审理案件的 这个真的要帮法官说一下公道话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 就是说我们的司法 一直以来给人家的感觉 就是很冰冷 那很高高在上 没有办法跟民众进行一个良好的沟通 那民众可能他们在司法制度里面受挫了 或者是经过媒体的渲染 那对这个司法有不好的印象 可是 司法人员却没有办法去 跟他们做一个好的解释跟沟通 因为没有这个管道 对 这个是我的看法 那我不知道说 司法院在跟民众沟通的这个部分 有没有觉得说 有什么要加强的地方呢 有啊 我们就是发现就是说 因为 需要就是说 能够跟大众能够增进一些沟通 跟彼此的认识 那所以我们就 算后来我们就成立一个 司法与社会对话小组 那希望能够从各个层面里面去 加强以及跟民众的一些互动跟沟通 那主要是希望透过各个面向去 想办法去跟民众去沟通 那所以我们主要做的 可能是除了沟通之外 另外也是希望从法制教育去着手 就是透过法制教育里面 让民众对法律能够更加的理解 或是对法官的工作的形态 或是工作的怎么样 做这些判断 能够有一些理解 就是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就有一些方式在做 然后我可能透过戏剧的结合 怎么样 因为我们发现戏剧 其实有它很高的 也许是传播的一个能量 那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有一个法律戏剧的一个咨询平台 那透过这个希望 让戏剧能够传播正确的法律 概念出去 之前有一部公式的戏剧 就很有名叫我们与二的距离 应该大家都看过 我觉得用戏剧传递一些司法的观念 我觉得这个方式非常的好 因为大家平常一讲到 这个跟法律有关的戏剧 马上就是联想到 比如说像是日剧的王牌大律师 或者是像美剧的金庄律师等等 那可见这个戏剧 真的是对一般民众的影响非常的大 不过我这边想要这个拜托一下 司法院或者是法官这边 如果说他们那些导演或者是编剧 想要拍这个部分的影片的话 可以麻烦把律师的形象弄好一点 因为现在很多 这种来物不好 因为我觉得台湾民众受到太多 这个美剧的影响 那一讲到律师就是马上浮现说 律师就是爱钱啊 那就是说可以为了钱 那帮这个当事人把黑的讲成白了 那帮他们脱罪啊等等 就是形象其实真的很糟糕 不过我觉得像宇二就非常好 我就常在说 其实我们也许我们在外 有时候可能演讲什么 我们常常讲说被害人保护啦 或是被告他的一个权利 是他身边的家属啦 的一个问题 但是也许我们常常这样讲 但效果也许不一定很理解 但是宇二他其实就让 他很快的就理解到 我们从李大致的父母就理解到 一些家害人他的一个家属 也是一个环节 我们可以就产生了同理心 那我们看到这个被害人的部分 被害人家属部分 其实也产生了同理 我想大家跟我一样在那个 他父母要请他走啊 离开这个家庭的时候 他应该都会觉得很深受感动 没错没错 好那这讲到戏剧喔 真的觉得欲罢不难 因为我记得前一阵子 也有一出韩剧叫 汉摩拉比小姐也蛮红的 那不知道 汉摩拉比小姐呢 他主要就是在讲说 有三个法官 那分别是代表老仲亲 三个世代的法官 所以他们在判案的时候 那因为要取得整个 何议廷的同意嘛 所以在判案的时候呢 大家的理念的不同 那对事情的看法的不同 或者是说一些价值上的不同 那会导致说 他们在判案的过程 会有很多挣扎跟拉扯 跟观众再解说一下 汉摩拉比小姐 他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因为他的编剧本身就是一个法官出身 所以他就是在这个戏剧里面 就很详实的描写了很多法官 在判案过程的一些挣扎 我觉得这部韩剧他非常特别 就是他在我们圈内非常的红 我觉得就是很多法官 他是看了这个韩剧之后 他就觉得说里面真的有一些点 就是应该就达到他自己的心理的点 那我觉得其实在我们圈内的回想 非常的大 那我觉得民众应该会很好奇的一点 就是说法官真的在判案的时候 会像戏剧里面的法官那样子 就是会面临到很多挣扎吗 比如说你觉得他可能有做这件坏事 他可能有犯法 可是证据没有到那边 那到底应该要怎么判 或者是说法官会觉得这个人很可恶 可是他的家属可能会因为他这个犯罪而受到牵连 那会不会在这个良心上也有不同的看法 或者是觉得说被害人特别特别的可怜 那可能这个被告本身没有那么可恶 可是因为被害人这么可怜 那也有不一样的判断 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吗 有啊 其实对法官来说 判断从来就不会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因为如果说案子都是很明确的状况 那其实从法律的规范 法律的规定就很明白的 就是说应该是谁胜谁负 谁有罪谁无罪 那这种案件基本上他就不会有太多的 争议的地方 那但是通常法院他要处理的很多 可能就是在一些模糊的空间 那这模糊空间可能来自于事实上的模糊 因为大家对事实都很难讲得清楚 那所以怎么样去认定这个事实本身就很困难 那有些是来自证据上面 也许证据不是那么充分 或是说有些证据 那这些证据到底足够足够证明这些事情 这些都是挣扎 那即使是法律上没有问题 证据上没有问题 事实也很清楚 那但是在最有良刑的时候 到底要多两个月少两个月 还是要怎么样 其实法官都常在面临这种的一个抉择 那更难的是在某些 也许在价值上的一个选择上面 也许这样判也可以 那判也输得过去 那怎样才是 也许这个案件中 我们应该要选择的一个价值 那在不同的价值之间有衡量 那可能就是 法官他去 陷入很多考量 对 就这个案子出去 因为一个判决出去 当然我们可以也许觉得说 其实就是一个判决而已 但是他有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影响 甚至在某些判决里面 他可能会影响到 也许社会的不同的交易模式 或是每个人他的一个 新闻模式的一个改变 那在这个时候 你的这个判决 也就有可能会影响非常的深远 那所以你要想说 你这样出去 甚至也许不是只有判决图 而是你在里面宣示的这些理由 它到底带给社会 你想要传达的价值是什么 其实都要去思量清楚的 所以有时候 我们很直观的看这个判决 我们自己这样看 可能读其本都觉得没有关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 其实也许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就会很多的 很多的问题 或是很多的破绽 所以有时候也是在治理行间里面 就要非常的去注意 非常去 这样是不是有其他没有说明到的 或是被 被觉得有疑问的地方 就是你的理由 没办法说服大家 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写的时候 我们自己写的很顺 那一份就很直观 好像都脚带到 但其实有时候 换一个角度来看 也可能都是很多疑问 也有可能 所以有时候判决是你要写完之后 你的沉淀一下再看看 也就是再换个角度再想想 除了戏剧以外 您觉得说 还有什么其他的形式 可以跟民众再多加强沟通这个部分吗 其实我们在对话小组 虽然对话小组里面 其实我们还尝试了 蛮多的一个方式 包括刚刚讲的戏剧之外 还有我们去年第一次做了司法的影展 司法影展 透过影展的方式 也许就一些好的电影 来跟民众来沟通一些法律的概念 那我们今年也会续办 然后我们在想怎么样办的 也许更 让外界更知道 就是更好 更圆满 那除了这个之外 就跟我刚刚讲那个法治教育的部分 我们也是琢磨非常的深 那包括我们跟这个公民的学科中心 或是人权教育的一个资源中心 教育部这边 国教院这边 其实我们有做一些合作 包括从教科书 还有包括 这个 在很多的教师研习的场域里面 包括刚刚讲的 我们的中学教师营 校长的一个研习里面 我们多方的去做 那其实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还有 我们现在虽然有一个line 那里面就是透过漫画 或者简单的一个图表的方式 男人包的方式 让民众可以定期接受到一些法律的概念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加这个line 好 那我觉得今天就是大家看完了这一集 不知道说大家会不会改变对恐龙法官的印象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应该可以更了解法官的平常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那法官在工作的时候会面临哪些难题 那其实真的不是像媒体上面所渲染的那个样子 对 好 那今天就是很谢谢政法官 那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也记得要订阅律师说真话的YouTube频道 那最终我的IG跟脸书咯 那我们今天就 节目就到这边啦 谢谢 谢谢 好我们这个公民行动方案呢 报名时间是5月14号到7月10号 那他最厉害的是他的总奖金有高达31万元 好那主要呢是会对大专院校的学生开放 就是说跨系别或者是跨校都可以组队来参加 那详情就请大家上这个司法院网站 赶快去报名咯 谢谢 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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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